一部催人律 一部没有巨额投入的影片 一群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家 真的哗哗的眼泪 我们呼唤真实 艺术人生为您讲述 月女周恩来的四个咒故事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 今天呢 我想先不请嘉宾到场 我想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影片 请看 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 我们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大跃进的失误 苏联的连续逼债 国民经纪抽象了严重困难 这一年 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 中央领导几乎全部深入到了一线调查研究 没人敢让你受委屈 我们应该向大家道歉 只要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 都不会离开的 刚才这个电影的片段呢 是目前很受大家关注的一部电影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片段 我不知道现场 有没有观众到电影院 看过这部影片 我看了 所以当我看到刚才这样一个 短短的片段的时候 依然有一种激动的感觉 一切这部影片通过一些小事 为我们描述了 我们亲爱的周总理 那难忘的四个昼夜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地为大家 请到了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 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现场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 首先要为大家请上的 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陈丽和周恩来的扮演者 孙维银 有请二位 人道你好 你好维银 来 刚才我就说了 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依然很激动 因为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 在影院看这部影片的时候 都是含着眼泪 或者是泪流满面地 看完这部影片 所以我想请二位在这儿呢 首先用你们的方式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影片 导演 大家好 这部周来四个昼夜这部电影 其实当时拍的时候 就是想对我们总理的怀念 和对老区人民的一份感动 拍的这部电影 它是表现的是 1961年 我们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的大灾荒 表现的是 我们老区人民 在灾难面前 如何担当 如何跟党在一起 共度灾难 而且我们的总理 亲民爱民 鞠躬尽碎 死而后己的精神 虽然他仅仅是四个昼夜 但你看到了一定非常难忘 他不是宏观叙事 他是可以伸手就能触摸到的细节 每一个细节都会让你感动 谢谢 谢谢陈丽导演 来 维敏 朋友们大家好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这部电影 是导演 陈丽 率领我们主创人员 怀着对总理的深深敬仰和怀念之情 用真情 用激情 拍摄的一部影片 影片的拍摄地点 全部在故事的发生地 博演实景拍摄 很多群众演员 都是博演的父老乡亲们 有很多人 他们亲历过那段历史 他们很有感情对总理 他们用真情 用激情 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 谢谢 谢谢陈丽导演 谢谢孙维敏 刚才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 播放的那个影片的片段 是周恩来总理在村委会 坐在那个简陋的办公桌前 会议桌前 听取村干部 以及村民的一些想法 总理说了一句话 这个地方的事一天不解决 我一天就不会离开 其实我想总理坐在那个桌子前 最想听到的 就是真话 实话 这也是周总理一辈子在追求的 实事求是 所以今天我们在艺术人生的现场 也布置了那样一张桌子 一会儿我请二位跟我一起 也坐在那张桌子前 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 真正的听一听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这部电影主创的心理话 大实话 好不好 好 请 两位 真理导演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有很多导演 很多电影人吧 都在拍电影 拍商业片 拍娱乐片 有一个评价影片的标准 好像也是现在通行的 甚至于是被很多人都认可的 就是票房 对 这好像成了我们评价一部影片的一个 最直接的 最有数据观点的这样一个标准 您对此怎么看 我 其实从我拍电影以来到今天 从来没有过有很高票房的电影 但是呢 我一直在拍主流电影 因为我不认为 没有票房就是不好的电影 特别是这部电影 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看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要有多高的票房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作为电影的人 一个导演拍电影 没人看是最悲哀的 所以特别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有人看 但是你说让我去追这种商业电影 追着去做这样的商业片 第一个是我觉得 我一直以来坚守的这样的一个主流价值观 而且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我也非常自信 这是你在艺术上的一种追求 对 而且一直 我一直以来 深信不已 主流的影片 一定会赢得主流的市场 对 那拍这样一部影片 你觉得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 当时是自己的压力了 因为这样的当时就是想没有票房 很难有票房 你一定要节省资金 你怎么想用最少的资金 把我们想表达的表达出来 其实压力最大的是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请演员 就是因为现在市场化了 我们资金很少 但是我确实想不到 我很幸运 就是我的演员都特别好 你听说周总理的电影都来支持 他确实有压力 而且将来票房根本不敢想 他是怀着对总理 对那段历史的景仰 对 接拍这部戏的 对 所以片酬对他们来讲 其实并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要在这部戏当中 表达我们的这份情感 对 我听说您在 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 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几次深入到这个村里去 去实地调研 对 那我特别想知道 在调研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事让你特别的感动 又有哪些你调研得来的结果 被用到了影片当中 那太多了 就是其实我们刚到那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很 还有很多老人家 都是亲历过那段历史了 我是自己开车到的现场 那天下的特别大的雨 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开长途车 从北京到了博言地方 下了车天停了 然后我们就去在街上 看有老大爷 我们就问 我说大爷您见过周总理吗 然后他一边吃着点心 一边很自如的跟我说 见过见过赖 可好呢 就在这道上走呢 他没有把 足里说的我把 哦是过去的历史 他说的是昨天的故事 是一个他的亲人 他的朋友 他的兄长 就是你突然间感觉到了温暖 然后 那个特别是就是说 我说用到秦节里的 就是那个红烧肉 他一脚迈进去 又出来 这个呢 是这个老大爷给我形容的 他说我在倒水的时候 他们请总理在那个 进那个小餐厅 他我就看着总理迈进去 他就出来了 哦我就想 没有吃退出来了 你们这里还有肉吃 给大家买粮食的钱 买肉买鸡蛋了 不是 杀的猪 鸡也是对上养的 下的蛋 树上的叶子都光了 哪里还有鸡鸟养生畜 就很多这一类的细节 就包括这个 就是总理在那个桌子 就说坐在这儿开会 开了七次会 然后呢 就我们后来用的这个椅子 还是总理当年用的椅子 就大家 就那个长条椅子 对 然后呢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就是总理当年 在会制开会的那个房间 他们作为自己自发老人家的一个纪念馆 然后每一年的五月三号到五月七号 就是总理这个就是来的那个时间 他们说法 然后唱歌 唱他们的五万烙子 然后他们就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总理的那份感情 这样 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也特意找到了一些当年周恩来总理 在博言村的真实的照片 让我们一块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 这不是电影 这是真实的 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周恩来的照片 来 把东理从中间挪挪挪挣挂挪挎挤着 挤到这边 我有照片 对呀 你要看吧 我是周恩来 知道你们都很忙 真的 哇哇的眼泪 您不后悔 面上 真实的 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周恩来的照片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这些照片在想想我看的那部电影 我真是觉得就像是在电影当中 节选下来的一个镜头 很多场景都觉得特别的熟悉 所以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真实的照片 跟电影的某一帧画面 好像很难把它摘离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够让我感动 让我喜欢 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 它真是 但是今天坐在孙文明对面 我怎么都对不上号 我总觉得您跟电影里的周恩来差得太远了 有那么多演过周恩来的人 你怎么就少到孙文明了呢 好像朱军这样帅一点 他呢 我觉得其实他确实是 你看生活中不起眼 他一照上行以后 他确实是一下子跟你说的是两个人 我是看了他的那个五星红旗一 五星红旗二到燕总理嘛 我觉得也能挺到位的 就他把握拿捏这个人物 就是你说他行似大家都不敢说 但是神似呢 就是说他可能能会捕捉到一点 我也是蒙着 就找了他了 对 结果都没想到演的成功 刚才导演说了 他能够捕捉到 或者说是能够拿捏的 对 跟总理神似 你有什么办法吗 你有没有演过很多别的戏上 那是宏观叙事 他表现他军事家 政治家 包括他的伟人形象 就是那种外交家的身份比较多 像这个非常接地气的人物 他是一个非常鲜活 有鲜有肉 在老百姓看来是一个亲兄弟 他是孩子面前像个长者 他非常有鲜有肉 非常有人性 就怎么把握 就需要彻底打破原来那个条条框框 就是那种形式化的表演 那种降义的表演 所谓的经验 所以导演很棒 就是要求我们很严格 就是说走心 全是要首先要松弛 要自然做到 人物要自演 演人不是演领袖 就演人 在这部戏当中 我觉得您扮演的周恩来 给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气质 最强烈的两点 就是他既忧患 同时内心又充满了希望 我觉得这个事 它是一个挺矛盾的事 你接这部戏的时候 说实话 你压力大不大 压力很大 因为他是把整个国家 作为一个大家 他作为一个家长 就是家里出了问题 老百姓不说出来 我这个家长 心最痛的就是家长 责任最大的也是家长 他始终抱着这样一个基调 他觉得这种责任感 这种忧患意识 说就把握着一种全区的基调 压抑的言 压抑的言 所以对演员也是个考验 考验 那你看啊 我再说一遍 陈丽导演 咱们今天是在这个桌子边 虽然不是在薄言村 但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长条桌上 坐着这样的长条椅 请您给周恩来的扮演者 孙维明先生 此次的表演打一个分 属于这个良好的 良好 80分 加5分吧 85 谢谢 再问一下维明 这么多场戏 你自己觉得啊 你最满意的 能够超过85分的 是哪一场 我觉得我开会那场戏 整个那八分钟那场戏 我自己觉得挺到位的 他们没有不说实话 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国家 不肯给国家找麻烦 可是他们忘了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国家的主人 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家里出了问题 有了困难 不说出来 这个家的日子 怎么会过得好啊 过不好 心最痛的 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聊了这么半天了 你这样 你以您的表演 用您的神态 您现场的一种状态 来让大家觉得 您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周恩来 就想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国研公社的社员同志们 我是周恩来 知道你们都很忙 开会传达需要过程 毛主席说 一定要让你们每个人 都要及时听到 毛主席说 他赞同张二亭同志和大家的意见 大司堂要不要继续办下去 要不愿人民 自己说了算 如果不愿意 可以立刻解散大司堂 回家自己做饭 那有什么引发一个话题 就是这里头一些细节 都是真实的吗 比如说总理 在那个广播室 喇叭前面的刚才这段讲话 比如说总理 在夜里三点 为了汇报这样一件事 关于大司堂的事 给在北京的毛泽东 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 这是真的 这都是真实的吗 绝对是真的 因为我们也想不出来 他是凌晨三点 说我们跟这个 我们的博焰镇的大爷们问 可不敢早也不敢晚 就三点 主席当时是在上海 在上海调研 就那一年呢 是我们国家的调查年 包括邓小平 陈云 刘少奇 全部诸德 全在位 都在基层调研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里边有很多细节 特别的耐人寻味 令人琢磨 所以我觉得细节见真奇 那在这部影片当中的 我知道有一位演员 他是真的见过周恩来总理的 对吧 对 这位演员是谁呢 这位演员 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牛奔老师 来 我们掌声有请 牛奔老师 牛奔老师好 牛奔老师好 请坐 请坐 牛奔老师呢 在影片当中呢 表演的是公社主任的父亲 对 博言村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对 对吧 一个特别正直的老共产党员 那戏我们待会再说 我得接着刚才这个话 查问您 您是哪一年 什么时间 见到的周恩来总理 生活当中 我那次呢 是荣幸 跟他大概 最近的距离啊 也就是这么 两米最多了 那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们正在演一个戏 他们正好 政治局的人 在上海开会 他们开会 太辛苦了 晚上来看戏 我们那天一听说 总理看戏都很紧张 很高兴 最后总理总是 要到上头 来满足大家的一种情绪 跟大家拍一张集体照片 那么我们都站好了 都站在那个 像我们都没有资格站在正中间的 总理总是要站当中间的 结果这下 乐队控制不住了 乐队点 哇 都上来了 就是把总理从中间 挪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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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弄个记号 总理就是非常平一级人 他就要的 就站在这拍 就在这边上 拍了这么张照片 所以说 能够体现得出来 我们党国家领导人 专业总理 这种亲民 是吧 他真的跟老百姓在一起 那您在拍这部戏的 整个过程当中 让您感动的事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吧 原来看导演这个剧本啊 我没有十分的那种 激动 没有 我们就是说 哎 导演真不容易 把那么多小故事 居然给凑成个剧本 我最早的心情是这个 后来看了这个片子 我就不敢这么说 我是甘拜徒弟 崇拜导演的不得了 我们这个戏看完 我很惊喜的 好几段戏 我今天碰到很多人 我说你那段算数啊 我当时演的时候 我没觉得怎么样 现在接下来真是感动人 你像我们那个里头戏的 就有那个老乡 就是因为他父亲生病了 捧了一点玉米面 完了他在这间道 我不对 我那个什么 脑袋撞桌子 蹦蹦蹦那个座 我当时觉得 我说哎呀 这个演员 用点技巧 可以假一点吗 结果我就一看那 桌子上茶杯都在跳 结果现在接下来 我觉得太好了 真实啊 真实 丢脸 丢俺们 波炎共产党员的脸 说 谁多吃多胆了 周总理 俺错了 俺爹上个月走的 他走前的两个月 俺每天从石塘 抓两盆玉米面 回家给他做糊 对不起大家 俺错了 他爹嗓子长了东西 菜叶子树叶子进不去 你给俺住口 他爹是心脏病走的 是心脏病 嗓子也有病 他是知书 抛开了技巧 实实在在地用情感在演戏 所以他真实 可信 对 作为一个当年见过周恩来总理的老艺术家 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在您的心里 现在拍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这样一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部特殊的影片 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吗 您觉得 现在我觉得这个戏 是我们最好的一个 就是说用实力说明的问题 我们呼唤真实 呼唤人的诚实 呼唤这些个人 真正的为老百姓干实事的干部 我们的总理当年一点一滴 一步一行的来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部戏 我们演这个戏的演员来讲 我们首先不是要教育人拍这个戏 我们是自己在受教育 我觉得我们真是看到总理的影子 这可能是 牛本老师理解的拍摄这部戏的最大的现实 的确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看完影片之后 给我们内心带来最震撼的东西 我们希望像总理这样的 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多一些再多一些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请上来两位演员 这两位演员在这部影片当中 一个是敢于给周恩来总理讲真话的 一个是在这部影片当中 想尽办法来骗周恩来总理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何伟 楚之佛 请坐请坐 这个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 咱们现场的朋友们 就这两位的形象来看 你们觉得哪位是在电影里头 说真话的 咱们一左一右 第二个是说真话的 还是第一个是说真话 戴眼镜的说真话 戴眼镜的叫何伟 不戴眼镜的叫楚之佛 说真话的是不戴眼镜的 这边认同吗 说假话的是戴眼镜的 挂得像的 您作为一个扮演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特别想知道 您内心受到了什么样的震动 因为导演找我演这个戏的时候 我拿到剧本 因为自己这么些年 好像多多少少已经有点皮了 就是能够真正掉进去 沉醉在当中已经很少了 但这个戏 这个人物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建设总理说 您就跟墙上的画片一样 就是瘦了 我当时演了一下 就像当今这种银屏上 这种娱乐至死 很玩这种外部技巧的 这种大的氛围当中 能有这么一个作品 我感觉实在难度 所以我就特别的激动 尽管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我还是能够在导演的 再三的劝说下 我还是加入这个 您那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事 我听说您为了这部戏 把自己导演的一部戏放下了 先暂时放下了 先去拍这部戏 就是等于向后延了 向后延了 但问题是一个剧组 向后延一个月 那是要花多少钱的 就是因为这个本子好 在一个导演的诚意 我为什么我说这个 我非常有感触的 在人民大会当中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领着一帮老老实的人 拍了一个非常老老实实的作品 非常之有诚意 一个作品能够打动观众 它一定是要有诚意的 所以当时我看完这个剧本 我很感动 然后再加上和我的 其实的秉性很接近 因为从小我妈妈教育 我有两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第一不能给人找麻烦 第二 做事要讲的 不能丢脸 要讲脸面 和这个作品和这个人物 对应的特别的强烈 所以我当时就基于这两点 和我内心正好 我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 和我内在的东西 有一种强烈的共鸣 所以我就拍了这部戏 虽然您为了这部戏 耽误了自己 或者说把自己的 一部电影的拍摄周期 往后延了 但是您不后悔 很值 因为做了一件很值得 很值很值 好 楚之博先生的 在电影当中 是饰演了一个老实芭蕉 话不多 不愿意太合群的 这么一位村民 叫张二婷 我特别想知道 生活当中 真的有这个人吗 真有 有一场戏 就是总理了解到了 您的真实情况之后 很关心您 有一天呢 总理就跟邓大姐商量好 为了解决您的负担 要带走您的一个孩子 在您的家门口 两个人坐着小板凳 聊的那场戏 总理说了他真实的想法 然后你一回头 含着泪给总理说 不行 是有这么一场戏吧 有这么一场戏 我拿到这个剧本之后 我就觉得 要按照人我下旅 这么快的时间 能让张二婷这个人 能这么 这么 伤心 这么哭出来 我是 我是抱怀疑的 我就跟导演说 我是这么快到这 是不是就是坐坐 让观众看着 导演说 你先往下看 往下看这个本子 往下 就是慢慢理解这个人物 然后等到 就跟那个何伟 刚才说的 那一样 就是演到那的时候 导演跟我说 演到那 你到什么 到什么情绪 是什么情绪 演到那时候 就 我就跟那个当时 群统演员一样 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我就把 导演就跟我说 他说你回过头去 因为 他说我不愿意 看着大老爷们 冲着镜头哭 这是导演的原话 我就回过头去 把脸捂住 但是那个时候 作为演员来讲 特别想冲着镜头哭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 真的哭了 真的 哗哗的眼泪 控制不了 就全是气 全是气在那 抽 然后 等 等再回过头来 满脸是累的时候 把第一段话说完了 虽然我们自己 没有小孩子 但是我们身边 有很多孩子 不要小孩子 等大家有经验 我看 就带那个最小的吧 等他长大了 再把佣妇送回来 你随时可以去看看 姐姐哥哥们 都去 大家在这个剧组当中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什么 故事让你们感动 什么样的事 会留在 永远留在你们的心里 让我记忆比较深的 就是下雨这场戏 还是回到我刚才 说到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 就是心肠太弱了 这要是我拍 我估计大概 气氛差不多就行了 导演拍了四个晚上 还是五个晚上 而且那个季节 已经相当冷了 我们拍戏之前 是拍着大衣的 你想那个消防队 在那个季节里边 三台消防车 到现在为止 我记忆忧心 拍了四五个晚上 而且每个演员 真是一点 这个二话都没有 就是有一场戏 喝面糊糊 就是里边有几个菜 大锅里饺的那个 我希望观众们 观众朋友们 看了这个戏之后 他们可能觉得演员 像孙老师在那喝的 不是这个 实际上就是这个 吃那个甘霸窝头 那真是吃 导演就不喊停 导演得看着你那口 甘霸窝头咽进去 再咬第二口 他才停了 我们的演员 一遍一遍地 喝了十几遍 接下来为大家 请上几位 真正的村民 确实是重现了 那段历史 你总给你多钱 有点磕头啊 你可知道 我们想念你 一部催人内下的影片 我们应该向大家抱歉 一部没有巨额投入的影片 只要有一个问题 我不清楚 都不会应该 一群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家 演员不是眼脸熟 确实有压力 真的 哇哇的眼泪 您不厚 但是 我们呼唤真实 艺术人生 为您讲述 月女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背后的故事 我就看着后面 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场景 这就是博言村 博言村的一个村景 我就在想 真的就在这个村子里 发生的那样一件 实实在在的事 而这个电影呢 也是在这个村子里拍的 我特别想问问你们 你们当时在那拍的时候 导演 咱们各位 在这个村里 博言村 这个村里头 老百姓支持吗 太支持 然后你看后面结尾 好像上千人 那个都是每一次 都是来一些几百人来 从来没有怨言 而且你一谈到就说 哎呀 说今天是送行的戏了 他们就会情不自禁的 就留演 自发的啊 还有给你做 拽面 也是当年给总理拽的面说 这个面是好 是非常好 这是他们的 也是 就是这个 这个博言镇的这个 看家面 对 因为这个戏 除了我们脸熟的演员以外 看到脸熟 其他的 包括孩子们 全部是博言的 当地的老乡 老乡们 所以我说永远都不能忘了 就是我拍了二十年的戏 最不能忘的 就是博言 他们当时的那个村里边群众演员 所有上了岁数的人都经过这件事 都见过总理 您说对了 很多群众演员 是真的还原了当年的场景 只不过当年他二十多岁 对 是吗 现在七十多岁 没错 他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对对 他们好多人都见过 我不瞒你们说 今天我们真就请了几个来 在请他们上来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最后送别的那个片段 好不好 来 老人家 你的拽变真香啊 谢谢 就这么一样 再来 还回你的左面 爹地 周爷爷要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还要来了 今天的博言人你说 他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周总理给的 周总理永远活在他们心里 五十年 一百年 永远 世代相传 接下来大家请上几位 就是咱们博言村的真正的村民 当然也是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这部电影里的群众演员 来 有请四位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来 请坐 我首先要求证一个事实 电影现在呈现出来的周恩来 在博言的四个昼夜 跟您记忆当中的那四个昼夜 像吗 哎呀 确实是重现了那段历史 国外村的村民都这样说 这段历史 特别是白岸人民的骄傲啊 城里导演把这段历史 确实是重现出来了 现在的穷众 我们来的时候 穷众们都说 见了程导演 见了剧组的人员 要感谢他们 我在这里代表博言村的村民 谢谢你们 谢谢博言村的村民 配合完成这样一个电影 当年在总理 在你们村的时候就这样 是 总理特别平易敬人 谁说起来 就没有一点那个关架子 确实是这样 您当年见总理的时候多大 我当年见总理 总理到白岸以后 我就二十二岁了 我特别受感动 总理走几层 这是第一次到白岸啊 我们白岸人非常激动 我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1961年 发生在博言村的那个故事 那四天四夜 对你们的人生 对你们各自的人生 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心想啊 这么大的官 这么好的领导 能去能来到咱们白岸 和全人坐在一起 说说自己的真心话 说说他心窝的话 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通过三了大食堂以后 确实救了不少人 是多少人能活过来的 我是真是感受到这一点 这老先生一直没说话 我是参加了这次剧组的演出 您是群众演员 我是群众演员 磕头的就有您 磕头的就有我 磕最小的磕就是我 头磕破了没有 已经拍了四天 我磕不知道多少头 我都是在用心的磕 就当当的真磕呀 真磕 我以为我是 随着是个穷组演员 但是我想 如果那个时候 谁犯了错误 就是说我们总理 应该是有负罪感的 应该是真实的 诚心诚意的向总理 谢罪的 所以我就带着 这样的感情去磕头的 所以说你是真实的在磕 我在下面有人说了 记住给你多钱 一个能磕头啊 我不是钱的问题 我能够把总理这个 在线 总理这个现场再现出来 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应该这样课 您辛苦了 说了好多啊 围绕这个电影 从电影说到了薄言 从薄言说到了现实 说到了我们的希望 又说到了我们共有的 那个中国梦 的确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需要那些鞠躬尽瘁 为人民利益 而舍身忘死的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领导人 节目的最后 请我们剧组的几位主创 朗诵一首诗吧 周总理 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 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三国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 他刚离去 革命的征途千万里 他的大步向前 不停息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 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骨碎上 还闪着他 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海 周总理 松桃阵阵 他刚离去 他刚离去 树营地上 篝火红啊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 心切的香 我们对着大海航 周总理 海浪生生 他刚离去 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 他亲手给呸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啊 周总理 你在国民需要的每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福尽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 深情的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 哎 清贤 清贤 他正在中南海 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 出席会议 同理啊 我们的好同理 你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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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居住在 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 人民的心里 你的人民 世世代代 想念你 想念你啊 想念你 想念你 在这样一首 世朗诵当中 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 我们怀念总理 怀念那样忘我的 大公无私的 甘为人民鞠躬尽瘁的 优秀的共产党人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让我们一起满怀 信心的 面对明天 因为 明天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必将 更加的美好 在这里 要再一次的感谢 感谢 周恩来的四个 昼夜剧组的 主创人员 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要特别的感谢 我们国原村的 父老乡亲的代表 来到我们的现场 再一次的谢谢你们 好的观众朋友们 要想获得更多 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 请您关注我们 新浪的官方微博 艾特央视综艺 参与实时互动 您也可以拿起手机 打开微博 微信等任何 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设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在这里 恭候着您 等候着您的加入 你们的初衷是什么 体察民情 了解生活 旋律和劳动淳朴的民风 心灵的体验 对他们这个艺术创作 能有什么样的碰到 因为实践过程当中 亲民的社会 最基层 感受到民族文化的这种魅力 活着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